高海拔实验 低温实验 甚至还有将人体缝合在一起的 双胞胎实验 记得上部影片我们提到了 德军在二战时期的残酷实验 而同样在二战时期 远在西方战场的另一端 中国日本之间的战争 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而就在战区的某个角落 正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残酷实验 在悄悄的发生 大家好 我是Eric 今天我们又将进入这个黑暗角落 探讨一段令人震惊的历史 时间来到了一战到二战的中间 经历明智维新过后的日本 在现代化之后 积深成为了工业强国 但也因为矿产资源的不足 加上世界在一战之后的景气急转直下 日本慢慢地浮现出经济萧条的情况 于是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者抓住这个机会 几下保守派掌握了大权 他们不单单要振兴日本帝国 而且更决定要来发展更大的目标 本来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意 是要把西方列强殖民的亚洲国家解放出来 但是到后来 却演变成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工具 他们借用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名号 向各个殖民国家发动侵略 实际上却是要占领并掠夺各地的资源 日本帝国的扩张 开始在东亚、东南亚地区进行 他们在中国、朝鲜、印度等等国家 一共成立了数十个傀儡政权 实施皇民化运动 企图慢慢地把当地人从思想上 完完全全地改造成日本皇民 而那些心声不满、反抗的人民 也遭到了强烈的镇压及屠杀 画面来到了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傀儡政权 满洲国 在当地的城市哈尔滨里 一支名为关东军防疫集水部队的 731部队进驻了 正如同他们的名字 731部队的研究内容 对外宣称是研究、防治疾病 还有净化水资源为目标 但实际上 他们的任务是进行细菌战的研究 以开发出具有杀伤性的生化武器 而为了加快研究的速度还有目的 他们不使用动物 而是直接使用人体来测试这些武器的效力 谈到731部队 就不得不提到他们的领导 石井四郎了 石井四郎是日军的中将 同时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科学家 利用在细菌领域的专精 他首先开发了石井式滤水器 过滤了水中的细菌 解决军队水质的问题 但就在他观察到一次世界大战 毒气在欧洲肆虐造成了伤亡后 石井四郎便开始有了一个想法 他提议利用细菌作为生化武器 而为了提高军方拨给他的经费 他不惜闯进参谋本部展现成果 亲自舔食由人尿制成的盐 并当众喝下由污水过滤而成的清水 这样的举动忠于惊动参谋本部的长官 并答应加强编制和扩大防疫集水部 石井四郎着手开始进行细菌战的研究 研究的目标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比较温和的防御 可以在日本本土进行研究 至于另一种目标则是攻击 石井四郎带领部队前往中国研究 一方面是怕实验失控 影响到日本本土的居民 另一方面则是方便取得马路大 马路大在日文的意思是原木 后来引申为实验品 他们用马路大来称呼那些受害者们 也代表着731部队 根本不把这些实验体当作人类看待 而是一种实验用的素材 731部队开始与当地的宪兵合作 盖起了实验用的平房区 大量抓捕满洲的抗日人员 政治犯 甚至是无辜的平民 作为马路大 此起彼落的哀号声 不断地从平房区里传出 731部队的设施 相较于德国集中营的实验 更加的系统化 但也因此更冷血无情 他们为了在活着的受试者身上研究鼠疫 祸乱 碳驱病 伤寒等等疾病 饲养了数千只老鼠 以及跳蚤 实验人员会直接将细菌 注射到健康的实验体内 先是观察他们的反应 并加以控制病毒 如果病毒研发完成 就会被移交到下一个分部 进行将病毒制作成生化武器的研发 研发完成后 再进行大量的生产 由于爆炸的高热量 会让细菌失去活性 实验四郎想到了利用陶瓷 还有硅藻土 制作成陶瓷细菌蛋 不仅透气 可以装在带有鼠疫的跳蚤 爆炸的时候 又不需要太多炸药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在投入战场之前 当然要先进行细菌蛋的试爆 实验四郎下令将数十名 不同国籍人种的受害者 绑在十字木桩上 随后引爆周围的陶瓷细菌蛋 来测试效果 受害者不单单会受到爆炸波及 更因为一瞬间接触了各种病毒 全身会出现皮肤肌肉腐烂 组织坏死 甚至肢体断裂等等情况 最后因为细菌感染 和湿血过多而死亡 而幸存下来的实验体们 如果没有任何发病的现象 就会被活生生的解剖 以观察器官活动的情况 如果不是为了取器官做标本 其他原因的解剖 都不会进行麻醉 导致实验体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死亡 因为实验人员认为 用麻醉后的实验体做观察研究 会造成结果的不准确 除此之外 为了让日军克服在内蒙古战场的低温 731部队强迫实验体 把双手裸露在零下35度的室外 并往手上浇上冰水 进行冻伤实验 受害者首先会因为刺骨的寒冷 发出惨叫 接下来陷入昏迷 在这段期间 旁边的实验人员 会不断地将冰水淋上 经过10小时后 才将受害者带回实验室 这时他们的手 因为严重冻伤 呈现黑紫色 十分害人 最后 受害者会被泡入15度的温水中 进行解冻 再将手上的组织 一口气撕下 用来记录观察 实验体的双手 到最后只会剩下白骨 就算侥幸存活下来 到最后 一样会遭到解剖的命运 日本军队在战争期间 一共制造了 多达2000枚以上的细菌弹 建立在这些之下的 是一万名以上的中国、苏联、朝鲜人 还有同盟国战俘的尸体 实验体没有一个存活 一旦你踏入731部队的实验室 就不可能再活着出来 在中日战争期间 日军在中国各地 都发动过细菌战 由于生化武器 非常的不可控 不只是国民政府军 也因为疾病扩散 导致了当地大量平民伤亡 甚至一度殃及到了日军 有记录的湖南长德一地 死亡人数就达到了7463人 实际因为细菌战而死亡的人数 恐怕还要再更多 随着原子弹在长期广岛爆炸 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石井四郎的野心也跟着结束 由于各国之间 明定禁止生化武器的使用 731部队在战败撤退时 杀害俘虏、炸毁建筑 将重要的资料和物资带回日本 但也因为膝带病菌的老鼠 牲畜四散奔逃 一段时间内造成哈尔滨郊区鼠疫流行 直到1950年代鼠疫才被遏制 而就在战后的东京国际法庭 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召开了 令人惊讶的是 石井四郎竟然逃过了这场审判 原来 因为美方也对实验数据非常的感兴趣 他们开出了条件 要是石井四郎将实验数据只交给美军 就可以让731部队受到保护 不受审判 最终 731部队的所有成员 没有一个人被起诉 甚至在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中 都没有人提及 日军731部队 那么731部队的成员 在战后究竟去哪了呢 英国的一名大学讲师 宣称石井四郎 曾经去马里兰州 和美军探讨细菌战的可能性 但实际上 根据日本的记录表明 石井四郎收起了野心 一直在东京 靠着经营诊所 默默无名地活着 他改信了基督教 经常免费地给周围的孩子治病 讽刺的是 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作为医生 救助生命 真的很快乐 直到1959年的10月9日 石井四郎 曾因为患上猴癌 最终病逝 至于许多前731部队的成员 都加入了日本医疗组织 其他成员则进入了 各个医学院校的领导层 或是为日本政府的厚生省工作 在和平的时代下 他们的工作 竟然都从冷酷无情的实验人员 转变成对医疗界贡献的人才 战争恐怕真的会让人类 产生巨大改变吧 虽然这是一段黑暗的历史 但我们必须牢记他 在哈尔滨 也设有731部队的遗址 悼念那些无辜受害者的同时 也在提醒参观的民众们 曾经有这么一段 不该发生的惨剧 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故事 想看更多这类型的影片 别忘了订阅夏水道先生的频道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Eric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